元旦升起 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和助助姐 在台南大合体 但2号发生黑鹰坠机 两八名军官殉职 让韩国瑜和洪秀柱 暂停选举活动形成哀悼 原定4号两人同框的造势活动 没取消 但改了方式 要为王者追思祈福 韩市长到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说要取消 来成了这个活动 参加4号的活动 洪秀柱竞选总部发出讯息 希望支持民众当天 以追悼方式进行 穿着以黑色和素色为主 另外除了国旗 尽量不出现红色打扮 我们的支持者来到现场之后 我们还是有一个 追悼的一个仪式 全国民众都为黑鹰坠机事件 感到悲痛 事发当下也紧盯搜救进度 但对手王定宇2号当天 在全台湾都关注 黑鹰直升机搜救进度时 却在脸书上po出这篇 说参谋总长沈一鸣获救 已经送医救治中 但没多久更新成 连若人传递有误 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让网友痛批 不知道就不要乱写 根本是假消息来源之一 没确定就乱放假消息 难道嫌票多 讲句不好听的话 我们常在制造假消息 连这个重大的 这个痛苦的一个 坠机的事件 都能够来制造消息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是不太了解 与其花时间在这个事情上 进行政治的口水 我们不如多安慰这些家属 全国都关心黑鹰意外 连大部分的选举行程 也为了哀悼通通取消 候选人抢快发讯息 连带引发唇枪舍战 只有赖关张 台南报道